驗一的心路歷程是因為一一 我真的沒辦法分辨 聽她的發言狀態 因為她都會打一些狼坑 打到我的心點上面 我都會認同她是好人 但是最後還是被她騙得團團轉 所以昨天晚上就驗了一號牌 一號牌是我的精髓牌 你們 你們衝鋒是直接裸票型 那這個是魔術師的板子 你們也追不回輪次 那就歡迎來倒勾給我 倒勾給我的話 我還可以先保你們進決賽圈 那六七九看你們誰要跟我跳歡迎 反面我們可以公平對決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剛剛一起來的時候 一開始尚如沒有講 我就覺得說 我很不希望是 六七兩張牌跟我對挑 因為我很希望 你們都能夠在這句有好的表現 所以我看到這版面 我安心得非常多 我們就 那我如何不要 我再稍微講一下我的邏輯好了 我覺得剛剛其實 我不知道你的發言 你有說到六七九會產一郎 因為 六七九產一郎這句話 我認為有可能會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也沒有放下六根基 可是我的警惠流 我不希望等一下的人家打我說 我警惠流沒有留六根基 因為 我捨不得 他的視野官直接把 警上的六七放了 他先把六七放了的原因是 因為他先對六七說 還好不是你們跳 所以我很心疼 但他後來又說六七我不放 所以他對六七的定義其實是 挺反復的 然後 二號 我說不出二號不像的理由 說真的 因為他就很可能配一片 所以 他燕衣也就是 真的是滿合理的 我覺得 九比較沒有那麼像曾鈺的 一個點就是剛才 八號有提到說 他 他其實 打了很多情感的東西 然後 然後再講說捨不得我們 跟他對跳 但是 一下說可以先放 一下又說 要再看看 所以這是我 目前還會站 還是站在二邊的理由 七號這一局 邏輯盤的可以耶 平常在裝暈 再裝就不像了 好可憐喔 再裝就不像了 再裝就不像了 謝謝 謝謝